都说男人三十一枝花,女人三十豆腐渣,其实这也是偏颇,尤其是现在,不少女性即使三四十也保养得很不错,而不少男人,一到中年就有你打赌牌秃头。 不知道你会是一枝花还是豆腐渣?敢来测一下吗? 测试题目本期文练是测试类型,从第一题开始,每题选一个选项,选项后的数字是你下一题的题号哦。 一,现实生活中,你并不是那么相信奇迹,A,是的转二旗,B,不是转三旗,C,还好转四旗,二,婚姻观点中,你比较认同门当户对吗? A,是的转三旗,B,不是转四旗,C,还好转五旗,三,说穿越大快一人仇的江湖中,你蛮喜欢做一个板派? A,是的转四旗,B,不是转五旗,C,不知道转六旗,四,你通常不喜欢直接拒绝人家? A,是的转五旗,B,不是转六旗,C,还好转七旗,五,你常常认为身边没有人理解自己? A,是的转六旗,B,不是转七旗,C,还好转爬七,六,如果你是外国人,你希望自己的眼睛是哪种颜色? A,蓝色转七旗,B,绿色转八旗,C,紫色答案A,七,你做剧情的风格都是风风火火的? A,是的转八旗,B,不是转九旗,C,还好转十旗 8,你喜欢下面哪一种房子? A,树上小屋转九旗,B,花园小屋答案A,C,姑娘小屋答案B 9,你首先会不喜欢下面哪一种类型的恋人? A,对你不谢一顾的答案C,B,总爱跟你谢叫的答案B,C,总是要麻烦你的答案A 10,下面哪种男性角色,是你觉得最有型的? A,骑士答案B,B,无视答案C,C,恋人答案B,脆势解析 A,一枝花,很不错哦,你在未来一定是一枝花,你才不会做什么豆腐渣呢? A,谁要做豆腐渣谁去做,你反正是不会去做的 A,你是一个很有思维想法的人,也比较有能力 A,工作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,你不会只赚钱,也不会只为了家庭付出一切,却顾不上自己 A,你一定会活出风采,拥有物质,做一枝花 B,不是豆腐渣 A,你的思维能力比较敏捷,能力也很不错 A,你不愿意老老实实的成为那种结婚生子后,为了家庭付出一切的人 A,你觉得你要自己的人生,所以不管你多劳,你也会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A,就算不是一枝花,至少你也不会是豆腐渣 A,成为豆腐渣,一事无成,一点价值都没有,你绝对不做这样的人 A,不是花也不是家 大概像你这种普通的人,未来也当不了一枝花,毕竟年轻的时候都算不上是花 但是,这也并不是说,你就没有未来了,没有发展前途了 只是说可能你的生活日子,只是普通的平淡的过程 A,不用去争当什么花,也不必当什么渣 只要家庭幸福,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,你也就知足了 A,可能真成渣了 可能你觉得自己不可能会是豆腐渣吧 但是谁知道呢,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现实,你可能一不小心就沦为了渣 可能钱财,事业,家庭,什么都没有,但是只要你有心向上爬,有心改变现状,也不是不可能东山再起啊 你也完全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哦,可以让自己摆脱残渣的人生啊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